停课不停学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陪伴您一起听故事抗疫去咯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前进幼儿园郑淑联园长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本 大影文化出版的 史蒂芬妮的马尾 史蒂芬妮的马尾 有一天 史蒂芬妮跟妈妈说 我们班上都没有人绑马尾 我想要扎条漂亮的马尾在后面 妈妈就帮史蒂芬妮 在头的后面绑了一条漂亮的马尾 史蒂芬妮一到学校 其他小朋友都看着他说 哈哈哈哈好丑好丑 真是丑壁了 史蒂芬妮说 史蒂芬妮说 这是我的马尾 我就是喜欢 第二天早上 史蒂芬妮到了学校 发现所有女孩子的头后面 竟然全都绑了马尾 史蒂芬妮 史蒂芬妮看着他们说 你们全都是一群爱模仿别人的人 只会学我 你们根本就是脑袋空空 隔天早上 妈妈问 史蒂芬妮 史蒂芬妮 你今天要扎条马尾在后面吗 史蒂芬妮回答 不要 妈妈说 嗯 那就不绑咯 因为马尾只能扎在头后面 史蒂芬妮一听说 不行不行 我要绑 可是我要绑在旁边 就是耳朵的上面哦 妈妈说 那样很奇怪呢 你确定你要绑那样子吗 史蒂芬妮说 对 于是 妈妈就在史蒂芬妮的耳朵正上方 绑了条漂亮的马尾 一到学校 其他小朋友都看着他说 好丑 好丑 真是丑臂了 史蒂芬妮说 这是我的马尾 我就是喜欢 隔天早上 史蒂芬妮去上学 却发现所有的女孩 甚至一些男孩子 都学他 在耳朵的上方 扎了条漂亮的马尾 第二天早上 妈妈又问 史蒂芬妮 史蒂芬妮 你要扎条漂亮的马尾 在后面吗 史蒂芬妮说 不要 那要绑在旁边吗 不要 那我们今天就不绑咯 因为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绑马尾了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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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地方 我要绑在头顶上 像一棵树一样 那会非常非常奇怪呀 史蒂芬妮 你真的要绑那样子吗 史蒂芬妮回答说 没错 妈妈就在史蒂芬妮的头顶上 扎了条漂亮的马尾 就像一棵树一样 史蒂芬妮到了学校 其他人都看着他说 好丑 好丑 真是丑壁了 史蒂芬妮说 这是我的马尾 我就是喜欢 隔天 所有的女孩和所有的男孩 全都扎了条马尾在头顶上 他们的头顶上 看起来就像长了一颗颗花椰菜 过了一天 妈妈又问 史蒂芬妮 你要扎条马尾在后面吗 不要 那要绑在旁边吗 不要 那要扎在头顶上吗 不要 那这次我们真的就不绑咯 因为已经没有其他地方 可以扎马尾了 有 妈妈 还有 我要绑在头的前面 马尾正好垂在我的鼻子上 啊 可是 这样绑别人会搞不清楚 那是你的正面 还是背面 你真的要绑那样吗 对 于是 妈妈就在史蒂芬妮的前面 绑了条漂亮的马尾 去上学的路上 她撞倒了四棵树 三辆车 两栋房子 还有一位校长 史蒂芬妮好不容易走进教室 班上其他小朋友都看着她说 哈哈哈哈 好丑 好丑 真是丑壁了 小朋友你们猜猜看 史蒂芬妮会怎么说呢 嗯 嗯 对 她还是说 这是我的马尾 我就是喜欢 隔天 所有的女孩子和男孩子 甚至老师 全都在前面绑了条马尾 正好都垂到鼻子上 大家都搞不清楚方向 一会儿撞上桌子 一会儿互相对撞 一会儿撞上墙壁 还有三个女孩子跑出了厕所 跑到男生厕所去 这个时候 史蒂芬妮气得大脚 你们这群没大脑 爱模仿别人的人 就只会学我 好 那明天 我要剃光头 隔天 第一个到学校的人是老师 老师真的剃光了头发 顶着个大光头 接着是男孩子 他们都剃光了头发 全顶着光头出现 然后女孩子们也来上学了 他们也都剃光了头发 顶着个光头 嗯 最后进来的是谁呢 没错 就是史蒂芬妮 哈哈 你猜猜猜看 它会是怎样呢 史蒂芬妮 在头的后面 绑上了一条 很漂亮的马尾哦 接下来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就留给我们小朋友 自己想象了哦 好 熟练园掌的故事 说完了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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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听完了 亲爱的小朋友 听完故事以后 你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跟你亲爱的家人 分享哦 欢迎继续点选 下一个故事